選舉倒數剩下48小時不到 原本這次選情還算溫和的仁愛鄉長選舉 出現有人利用社群網站散布鄉長候選人孔文博團隊 因為團隊涉嫌匯選被檢調帶走 未經司法單位證實狀況下 只稱孔文博就算當選也無效等字眼 孔文博認為這些流傳言論 以違反選罷法意圖使人不當選 因此決定提告 那文博認為這個是惡意重傷 制造這個對影響文博的選情 那文博決定採起行動 針對喜俗美女士提出加重誹謗 以及意圖使人不當選的一個告訴 那因為我的對手江子信 也在網路做散布的一個動作 所以我一併提告 到目前為止 檢調單位上未傳出有具體施政 提出仁愛鄉長這次選舉 有人違法提起告訴確定 但網路傳言會聲會影 孔文博提告這次競爭對手江子信 也作出回應 江子信表示一切交由法律去處理 他不願多做回應 而另一位被告仁愛鄉民眾許俗美 因為電話聯絡不上本人 截稿為止 尚無法取得本人回應 記者NO 南投仁愛採訪報導 兒是虛世曜ski事 很多位出身衝 都沒有卻 但 увидеть 一邊去